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年一到新年的时候 搞个团年饭 如果在外面 我想现在我想在房间 要说有团年饭吃 开心 上去蛇皮 太衣了 一二 Karen你穿了第二套衣服 真是好衣 你怎么穿第二条褲 我穿了一条褲 你穿了一条褲 我穿了一条褲 很棒 你穿了一条褲子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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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了第二条褲子 太衣了眼睛 你穿了一条褲子 你穿了一条褲子 那一条褲子 神經病 搞錯 我穿什么都要你穿 你穿了一条褲子 可能在外面穿上百分之外 会穿不着 外面很多人都认认很多事正好 但在道德标准而言 其實就是正好 她暫時還是很介意人家怎麼去看她 她怎麼會這樣, 只是想說她, 罵她 忍著, 自己還沒清楚 這樣想是對不對 之前試過不禁住, 發脾氣, 越來越壞 那時候感覺到很多大英文關心我 就是拍下我的手 可能我覺得平時我自己沒甚麼朋友 那時候我真的有些真情朋友 快點, 再快一點 快一點 再快一點就行嗎 1, 2, 3 外面多數練習進攻 這裡最重要是防守 我不會這麼積極練球 做些動作, 我覺得很愚蠢 那次比賽我看到自己的隊員 用到防守等等 可以追回很多分 真的有用去說話 不是說這麼計較贏和輸 只是看你練球 看你個人是怎樣的 小夜都做不到, 怎麼做大師 想倒下去嗎 不是, 你是溝水的 一對十的 吃過你, 彈到你 我也認同 我要是多些訓練 多些功課 個人才會懂得長大 如果不是, 我覺得不懂得長大 我覺得, 因為 一輩子都在溫室裡 都沒有捱過苦 從小到大 我爸爸幫自己搞定了 被人踢了出校 都可以找個別的家 到自己說不想讀了 出來做事, 又不用擔心 家裡幫我找到 去親戚做 做什麼 因為應得的 這些人 整個世上都靠在家 我自己會做什麼 從沒想過 自己欠了父母很多東西 那次我爸爸回來探望我 然後跟他一起走上來 我那時候覺得很無奈 好像我累了他 我很小時候 我經常想 怎麼會說 家裡好一點 讓家裡開心一點 我經常說 跟媽媽說買樓 買車 但是 經過這麼久 進來之後 我覺得 做回心目中的怪仔 已經很好 我自己很想說 融合回家人的關係 我很想跟他們說 我很對不起他們 但是 又不想到 用什麼時候 什麼態度 跟他們說 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有一種感覺 覺得很對不起 要說對不起 其實需要很大的勇氣 有很多家人 覺得說是沒用的 行動最實際 但是 忽略了啟倫的感覺 而幫不了他 為過去的錯事 畫個句號 我要支持啟倫 跟家人說對不起 其實不是說跟爸爸 很想說 就是跟我們說 對不起 對不起 姐姐 就是 這麼多年來 押了你們這麼多次 我很小時候 很心軟 我是一個 很有感情的人 很有人性 但是 我也想不到 我自己會 一出了這個家 面對兩回事 被朋友騙 很多東西 可以說 陷害 等等 自己從離家出州 到隊 以後 受過很多苦 我經常逼自己 就算經過多少事 我也不可以哭 就是 我經常逼自己 不可以哭 真的不可以哭 我不知道自己個人 是沒有感情 沒有了什麼感情 我只覺得我不可以哭 最重要是啟倫 看回原來自己是有感情的人 真的會流眼淚 我覺得 其實自己也不是很冷血 四年級左右 家裡經常說要離婚 我媽媽經常說 你走 不離家 有得 我們去哪裡 所以我經常有個心態 說 這個家裡沒有 就是離婚 所以我到中一 我自己一想 現在就走了 其實要幫啟倫 融入家裡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讓啟倫 可以分擔家裡的情況 甚至可以支持家裡 不是一個經常被人提著有問題的弱者 而是一個可以幫助家裡的成年人 有用的人 這塊是我們球場最後一塊的鷹泥磚 沒得錢的 這塊 謝謝 本來自己做個籃球場 真的這麼辛苦 有時候太辛苦 覺得沒什麼用 但其實我現在做了出來 自己看回來 很漂亮 而且真的有用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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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同學實在花了 最大的毅力 不單止是讀書 而是同時間你們又要戒讀 同時間也都要 去告訴自己 自己要堅強 我相信你們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 那時候是有些人來探 所以我彈結他 我不太會彈 但我都要拿出來掃幾個東西 探威 今天沒有 可能真的說煮臉了 還有陳先生跟我說過 自己有了 不需要做給別人看 學給別人看 我很多年沒試過說 就是被人認同說是學生 因為到處都是吃煙 所以現在有說 自己穿校服做學生 好開心 教小孩子的方法 就是教他講很多道理 而其實最好的方法 是讓他體現 在他生活 或者生命裏面 的一點一滴 慢慢累積成為他自己的東西 由他自己覺得是還是不是 好過是謊 是還是不是 如果是他的東西 他就會做 那這個是最好的教育 最近有幾個大青年一起走 和我們走得很突然 就是這樣 人就是這麼容易放棄 你會不會做這麼容易放棄那個 在哪兒 由不知道自己的定位 到决定做一个学生 最难走的路 启伦才刚刚起步 下个星期我们会看看 另一位在这里读了三年的同学 如何一面改造自己 一面参加回考